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逛公园 新加坡不愧是土豪国家 连花园都是悬空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赫赫 今天呢 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 明天呢 我们就要离开新加坡 前往我们环球旅行的下一个国家 印度尼西亚 我跟你们说 我们来了新加坡五天了 今天这天终于是晴了 所以呢 我们打算今天去把前面几个 没去的那个景点呢 都把它逛一遍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吃一家 新加坡特别出名的肉骨茶 松发肉骨茶 走 其实说真的 新加坡呢 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两三天 短期的度假的 就来这边 吃吃喝喝 然后去景点拍拍照 很舒服 然后我们前面几天呢 都是跟朋友一起 所以呢 基本上把这个新加坡 所有的热门美食都尝了个遍 但是这个肉骨茶呢 也是有很多人推荐的 所以呢 我们打算今天来尝一尝 我们已经到了松发肉骨茶 从我们住的地方走过来 真的很近 走三分钟就到了 穿过一条街 完蛋了 来到这里看了这个通告 他们今天休息 暂停临夜 我们来的有点晚了 我们旁边住的有一家 那个肉骨茶好像也很出名 听说住这轮还去吃过 要不我们换一家 走吧 我们到了第二家 这一家是开了的 这一家好像是有很多明星打卡过的 你看 这不是俊杰吗 林俊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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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像那个谁 康晓明 对 都是明星打卡 走吧 走吧 他们家应该也不错 也是开了很多年的 它这个肉骨茶一份的话呢 是13块5 我们看了一下他菜单 他家菜好像真的不多 主要就是这个肉骨茶 其他都是一些炒的蔬菜 青菜之类的 要不要一个卤的猪脚 来一个 来的一个卤的猪脚 小的吧 对 小的嘛 哇塞 他家这个是要收税的哦 9%的消费税和10%的服务费 意思就是我们在点的这个价格之上 还要加19%的这些税 好吧 那这样子价格有点贵的 我刚才说如果光这一份的话 我说还好 不是特别贵 OK 我们点好了 点了那个肉骨茶 然后还点了一个猪肘子 还点了一个熊猫油条 一份米饭 还点了一个啥来的 我忘记了 对 还点了一个卤蛋 然后点了一个他们这里的推荐饮料 什么一米水 OK OK 就这样吧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点的这个 这个是它的招牌肉骨茶 然后这个是猪肘子 你看这猪肘子这么大一个哦 我们还点的是小份 这个就是熊猫油条 双色的 来来来 咱话不多说 先尝尝肉骨茶 之前我们在马来西亚好像吃过一次肉骨茶 对吧 但是那次可能没有找对店 觉得一般般 但这次到了新加坡我们又尝一下 跟我们在马来西亚冰城吃的肉骨茶不一样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在冰城吃的那个肉骨茶 颜色很深很深 对吧 这个汤的颜色 哎 这大骨头第一口 你们先吃 我先帮你们尝尝好不好吃啊 要蘸点亮 嗯 还可以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说实话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那里的那种 排骨汤 就是放了很多那种料的排骨汤 对吧 它这个肉 蒸得很烂 尝一口汤 哇 很浓的胡椒味是吧 对 这汤超浓 这个胡椒味 拉我嗓子眼了 这一家也很出名 但是不知道松发那一家有什么特色啊 明天我们散飞机之前再去吃一顿吧 嗯 松发是最容易的 嗯 再来尝一下这个油条 黑色的油条 看一下这个汤应该会好吃 这个我们豆芽包有点一样 只不过是咸的 对 是不是我们购得不出来 我觉得 肉骨茶就是跟我们那边的排骨汤 没多大区别 就是汤底要浓一点 就这几天我们在新加坡吃这么多美食 我发现就有一种感觉 就新加坡的美食 每次吃完过后 就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吧 就没有那么的精细 对 就有些口感就是很熟悉 两个人吃的宝宝的 走 买单去看一下这些都花多少钱 好了 谢谢 这是个223 这里面一面墙全是明星 宝宝店 但是看来家的明星感觉还是没有松发明星档 松发我们每天路过的时候 是排很长时间的队 可是今天关门 今天我俩还说今天没排队 一看人家关门了 现在呢我们吃饱了 正好可以走路去旁边那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警察局 他们这个警察局是五颜六色的 很多人去那边拍照打卡 已经为了这里的一个景点了 我们已经到了 这个前面这栋建筑了 五颜六色的窗户 还要去说这里有900多个这种彩色的窗户 超漂亮的 就是这个建筑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旧警察局 然后呢有非常好看的多巴胺的窗户 现在好多人在这拍照打卡 然后给你熬一张 来 往这边 好看吗 好看 其实现在光有点太强了 如果是下午的话光弱一点 应该能看颜色看得更亮一点 对吧 因为现在大中午实在是太热了 我们两个打算去一个室内公园去逛一逛 去台湾花园 对 那边听说很凉快 对 然后在那边 那个冰岸花园就放在金沙酒店旁边 上面去金沙逛一逛 哎 带你去金沙上面见见市面怎么样 上不去吧 可以的吧 买票可以还是上去的 到时候我看一下 就是怀念几天下雨的日子 不下雨真的外面 走不了 我们走什么时候后面就全日看 现在坐公家车去冰岸花园 新加坡在街上走真的很舒服 随之随地能看到很漂亮的建筑 但是有一点就是太热了 这是什么地方 也是一个教堂吧 我们这一路走来看到两三个那种很好看的教堂建筑 好多人在那拍照 其实新加坡的街景我真的很喜欢 它城市就是它那种老房子呢 有它们那个本土的特色 然后它的那种新的建筑呢又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这两天说了很多次 我说小时 这里真的是太好看 太好看了 随时随地都不再拍照 随时随地都拍视频 我们坐公交四站路就到了 这个花园的入口真的很难找 还要跟着电梯上六楼 刚好我们刚才问了一下人 不然我们在这旁边走了半天都没找到入口 这个叫金香酒的 应该是的吧 下面是大糖 有点像哦 哇小时 刚才我们站的那个地方真的是金莎酒店 你看 好高啊 哇小时 我从这就能看到他们金莎的房间 每一个前面都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一个花园在那儿 住在这里有人也太幸福了 四千 最便宜的四五千元 对最便宜的四天一晚 快点快点 看到那个很著名的那天桥呢 这晚上看好像更好看 晚上它会有灯光秀在这里 可以上去吗 可以的吧 哦上面有人 看怎么走过去 应该要先下去 然后走那里过去 我们现在坐这个直梯下去 然后我们想到那个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上面 那个天桥上面不是有人吗 看一下能不能上去 从这个角度看金莎 巨大一个 有点巨物恐惧症了 为什么在新加坡的花园 它叫马来花园 我们现在建筑的花园 我们现在建筑的花园 哦这里有PlaceName 我们要上去 走走走 要买票吗 哇塞我们已经到了 上哪儿 怎么走到上面去 上哪儿走 这个楼 这个楼是吗 这个楼是吗 这个上去好像是要买票的 我们去那个售票处看一下 多少钱 好像在这里可以 360度既看到金莎酒店 也可以看到这个花园 我们看了一下票价 这个几个树还是不一样的价格 刚才我们走的那个是 超级树 它是只可以在那个上面 360度的走 上面这个是吧 对 然后这一个是可以有连郎 走到其他的树上去的 我们走哪一个 走多的呗 走多的那个 反正它两个都差不多的价格 14 我们买了两张 那个可以走连郎的那个树 太热了吧 我买了 对 OK 谢谢 走走走 到我们了 在这 去到那个中间桥上 应该可以看得到 哇小时 这上面还是有点那个什么的 这个还晃的 看 这风一吹 是晃的 有点像那种摇窗摇摆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绳全是挂起来的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金沙酒店了 下面的花园也能看得见 有点堵人了 小心一点 这一圈逛下来 不得不再次感叹 这个花园的绿化真的太好 太漂亮了 走了走了下去了 公园到此一游 结束了 只要是我想去下面那个草坪躺一躺 就这个草坪 好多人躺这边 我觉得躺起来应该很舒服 鞋也脱了 这就是大自然的感觉 小时我要在这睡一觉 太舒服了 此时此刻 我们就躺在这个新加坡的草坪上 随便滚 随便打翻都可以 给你看看我们看的是什么风景 这个景观 无敌 真无敌 这视野真好 冰沙酒店 有一天躺着看风景 也可以的 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新加坡 我们躺在草坪上看 这个视野真的无敌了 躺下来太舒服了 我跟你们说 真的我真想睡一觉 怎么累呢 对吧 其实我是觉得像国外的草坪 它就很开放 就可以随便躺随便坐 但是国内很多草坪就不行 这感觉太好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以我们躺在草坪上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要好好睡一觉了